有钱人不会告诉你的致富秘诀,最后一个很多人都能做到,只要你认真听,领悟到其中的道理,财富自然向你走来。 我认识一位从事教育事业的朋友,他早上都起得很早,每天需要花40分钟的时间在早高峰上。 当他好不容易回到办公室时,领导就开始给他安排各种任务,不是让他跟进这个活动方案,就是让他写宣传推文。 尽管他也非常兢兢业业地完成领导安排的工作,但是他每个月到手的钱也不多,如果扣掉房贷、日常生活费、加油费、小孩的各种费用后,几乎要月光了。 上周他在上班路上,连续三天车都扎到了钉子,四个轮子都报废了,他非常心疼地花了几千块去修理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就是本来自己的工资勉强糊口,但要是在遇到点小意外,口袋就真的非常羞涩了。 为什么我们都这么勤奋工作了?然而钱袋子的抗风险能力还是这么低呢? 因为大多数人一直以来都仅仅依靠工作所带来的收入,工作收入的多少几乎决定了我们支出的多少。 工作收入低,支出就得省着来,想要收入多点,就只能拼命加班加点,但那些额外的补贴并不足以让你的生活过得滋润。 那么,除了工作以外,有钱人还通过什么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呢? 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建立一门自行运作的生意。 的确,努力勤奋工作能得到财富,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努力勤奋为别人工作很难得到财富。 我们要努力为自己工作,找到你自己最擅长,最感兴趣的事。 就是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,不感觉到累,感觉时间过得很快,特别享受自我,能让自己进入心流状态的事,就是你最为感兴趣的事。 如果你所喜欢的领域是一片南海,新兴领域的话,那么恭喜你,你的机会很大。 你需要多去关注顾客的新需求,关注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。 越早能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和满足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的人,越容易吃到新领域的红利。 如果你所喜欢的领域是一片红海,夕阳行业的话,你也不需要灰心丧气。 你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去改变已有的商业模式,将最新的科技尽可能关联应用到你的行业上,就很有可能出现新的商业模式。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行业,我建议你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亲力亲为。 你可以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去建立自己的生意和打造个人的品牌。 当你积累的资金和人脉越来越多的时候,你就可以搭建自己的团队,将一部分工作分给他们。 那样就算你人不在的时候,这个生意也能自行运作起来。 举个例子,如果你喜欢练习瑜伽,还练习得不错的,那你就可以尝试录制一些简单的课程, 举出一些最为常见的错误动作,结合人体构造学来讲解一些基本原理。 在亲身示范,应该如何进入和退出某个体式。 必要时在视频中画圈说明,最后把视频放到人们常用的健身平台或各个互联网平台。 当你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时,你就能发现后面更多的商机。 就算你人不在,这些视频也能为你带来可观的收入。 一般人赚到钱之后,就会去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,就是这样目光短浅的行为,让他们继续贫穷下去。 或许大家以为,有钱人花起钱来总是大手大脚的,但是那些真正白手起家的富人,他们最懂得刚开始创业的艰辛,他们更知道金钱的来之不易。 而他们之所以一直能保持财富增长的第二个方法,就是节省生活的开销。 因为就算你获得了很多钱,但如果你一点都没有保留下来的话,你也绝对无法创造财富。 积少成多,日积月累,在不知不觉中,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存款获得极大的增长。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是世界首富,而他成功原因跟他节俭有很大的关系。 有一天,他去练油厂去看工人们的工作情况,他发现工人焊接石油盖石需要用到40滴焊锡。 他就去问这个工人,有没有试过38滴? 工人说没有。 洛克菲勒就让工人去试一下,然后再跟他汇报情况。 几天之后,这个工人跟他说,如果是38滴的话,就会出现汗不紧、漏油的情况。 如果是39滴,就不会出现漏油的情况。 从那以后,39滴焊锡就成为石油公司的新标准。 而这节省下来的一滴汗锡,每年就可以为公司节约了至少两万五千美元。 节省生活开销能让公司细水长流地经营下去,反之,会让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面临腹败的威胁。 16世纪时,西班牙在美洲地区通过海上掠夺获得了巨额的财富。 原本这个国家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,但为什么最后还是衰落了呢? 因为西班牙人陪国之后过上了极度奢靡、挥霍无度的生活,他们选择花掉这些意外之财。 终日沉溺在各种休闲娱乐的活动当中,慢慢的,这些人也不适生产了。 整个国家依靠外国制造业来维持发展,政府无力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, 西班牙逐渐被隔壁的荷兰、英国反超了。 我们可能多少都会听到身边的人抱怨说, 为什么富人天天悠闲自在,穷人就要天天吃苦受累,社会如此的不公平呢? 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疑问,或许你能从下面的故事中找到答案。 有一天,上帝把所有人的财富都剥夺了,所有的人都没饭吃。 三天之后,上帝给每一个人一只鸡。 第一组人,饿了几天之后,突然见到鸡,简直喜出万外鸡了。 啥也没想,立马把鸡宰了。 鸡汤滚滚,香味四溢,他们大快朵頤的吃饱喝足了。 第二组人,同样也很饿,但其中有些拿到母鸡的人, 选择忍住了饥饿,把母鸡养起来,母鸡每天下一个蛋,虽然吃不饱,但也饿不死。 第三组人,找到第二组人说,让你的母鸡和我的公鸡交配生下小鸡, 小鸡长大后下的蛋,每天分你一个,怎么样? 第二组人一想,反正自己没什么损失,还白赚了一个蛋,就同意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后,你们猜猜这三组人的结果分别是怎么样呢? 第一组人饿得瘦骨凌寻,摊在地上,埋怨上帝说为什么不再给自己一只鸡。 第二组人吃着自己的鸡蛋,又从第三组人那里得到鸡蛋,过着还不错的小日子。 第三组人收获了许多小鸡,多到自己都养不过来。 于是找来第一组人,问他们,你愿不愿意给我干活,我可以分给你鸡蛋。 一开始是每人都有一只鸡的平等社会,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,又再一次出现穷人、中产和富人呢? 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维不同。 穷人和富人思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八个字,穷人消费,富人投资。 大部分人赚到钱之后主要用于消费,而富人赚钱大多用来投资。 富人会将金钱作为资本,投资那些能增值的项目,比如股票、房地产、黄金或者其他有价值的资产,让钱继续生出更多的钱。 因为钱真正的价值所在,就是去交换有价值的东西。 如果你能换回资产,你就赚了,假如你换回来的是负债,你就亏了。 而大多数人视金钱为消费的手段,他们往往将钱花在贬值的物品上,比如汽车、电视上。 富爸爸、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·清奇曾说过,资产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,负债是把钱从你口袋里取走的东西,比如一套房子。 可以租出去,产生租金,或者销售出去获得利润,它就是资产。 但如果因为地段不好,一直租不出去,还要交各种物业费、管理费,那它就是负债。 自住的房子也是负债,富人获得资产,而普通人获得负债,只是普通人没意识到他们以为的资产是负债。 听到这里,也许有的观众就有疑问了,我平时也有买卖股票,投资房地产,为什么我没能变得富有呢?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亲戚朋友在交易股票,但他们为什么赚的不多,甚至有时候都不是在想怎么赚钱,而是怎么回本的问题。 其实,买卖股票,买卖房地产很简单,但是你有没有认真去学习有关这一切背后的财商思维呢? 曾经有一个工程团队,他们的机械设备坏掉了,团队成员尝试了很多方法,仍然解决不了。 于是他们只好花了几千块,请了一个工程师过来修理。 那个工程师指出了一个螺丝的问题,设备立马就修复好了。 其他人看到之后就说,原来就是这颗螺丝的问题,但是这颗螺丝也不值得这么贵啊。 工程师说,修理一颗螺丝是不贵的,但是你要知道修理哪一颗螺丝才是最贵的。 与投资实际标的相比,更重要的是,富人知道要持续投资自己的脑袋,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富有的终极秘诀。 富人会把时间和精力用来学习与投资相关的事情,你越懂得投资,你的钱增长的速度就越快。 人跟人最大的差距就看他平时怎么利用个人时间的。 有人一到周五就想着周末要去哪里玩,怎么打发时间,但有的人就会珍惜和善用时间,去阅读各种财商书籍,不断增值自己。 时间久了,量变会引起质变。 目前为止是威但是无论快乐。 渐会引起质变。 渐会补给我们月下徒。 因为我省区质变成的发质变成呀。 渐会变成呀。 也算是无论。